10月23号,由国务院乔务办公室、四川省人民政府和中国新闻社主办的第11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在成都开幕。 本届论坛以《融通中外》共谱新章为主题,来自五大洲59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家华文媒体代表人士参加论坛。 当天,以《中国新时代华媒新机遇》为主题的高端论坛也在此间举行, 围绕华文媒体面临的共同挑战,如何服务华社沟通中外,如何传承中华文化、深化、文明交流互建等话题展开探讨。 当前,华文媒体面临深刻的挑战,社交媒体正在成为大家阅读新闻、接受信息的主要方式,对传统媒体形成很大的冲击。 传统媒体如何集聚心动能,应对社交媒体的挑战。 新岛新闻集团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社长蔡靖阐阐述述了自己的观点。 特别是在这个社交媒体,自媒体特别盛行的这个时代, 我们新闻媒体呢,也需要去利用到社交媒体和自媒体来将我们的信息去传播。 所以这是一个大家互补,互惠互利的一个,这样的一个角色。 所以呢,就是,我相信未来呢,新闻媒体,我们还是始终要做好我们的新闻, 做好我们的内容,做好公正,持平,客观的新闻报道。 这是我们最最最重要的一个核心价值。 往往中时媒体集团首席代表,林天良认为, 社交媒体已经逐渐成为观众获取新闻信息的重要来源。 在此背景下,华文媒体产业必须适应互联网传播趋势, 不断拓整创新,探索自身业务,为企业发展带来更强的生命力。 我觉得两岸的媒体人要,尤其是影视内容制作的团队,要好好合作。 这样在前一幕后中,让台湾的年轻人了解祖国大陆,了解中华文化。 新加坡联合早报总编辑吴新迪表示, 在积极拥抱社交媒体等新兴技术时,传统媒体应当坚守新闻的本质, 生产多种类的高质量原创内容,在激烈的注意力争夺中取胜。 在运营社交媒体的过程中,还应有地方施针对不同平台受众特征, 探索细分领域,量身定制的平台内容。 以我们联合早报来说,我们好几年前就已经发现了说, 你把我们原有的这些作品直接的搬运到上各个社交媒体上, 它是完全行不通的,因为各个社交媒体他们有各自不同的属性, 有各自不同,因为各自不同的属性, 他们的受众有各自不同的爱好,他们有各自不同的口味。 所以你要为各个社交媒体量身定制。 本次论坛,多位嘉宾都对华文媒体推动和弘扬中华文化, 推动文明交流互介,给予因因其往。 非洲时报常务副社长总编辑梁全表示, 非洲文化和中华文化在文学、艺术、舞蹈、音乐这上面有很多相通的地方, 但作为华文媒体,不了解非洲文化就没有办法进行有机的融合。 用我们对非洲文化的认知来传播中华文化, 我们现在想做的事不是生搬硬套, 我们只是想达到一种润物细无声的这种效果来推广中国中华文化。 意大利世界中国社长胡兰波现场通过亲身经历, 讲述了华文媒体沟通中外的点滴之功。 我们做这个,现在做儿童,就是中国童话,做成双语的绘本, 那现在有很多家长和小孩都在读我们的书, 那么这块呢就是依靠读者,依靠了杂志的品牌, 才能让我们这个图书的出版,开始就是我们看得到前途。 加拿大家中时报创办人蔡亮亮也认为, 中华文化虽存在差异,但仍有很多相同之处, 这些共同点是增进,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基础。 他提到,龙舟和龙舟文化在当地很受欢迎, 华文媒体需要用住在国民众听得明白, 听得进去的方式,讲好中华文化, 让更多人从中找到共鸣。 在所谓讲好中国故事,华人故事的时候, 需要懂得用西方人听得明白,听得进去的方式讲, 而并不是只是用英文, 多讲文化的故事,接地气的故事, 这就是华文媒体可以去做的。